今天刷爆华人圈的消息除了俄国林彪普里哥人坠机的消息之外 就是州政府的配额下降70% 而投资移民的配额直接降成了0 这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很多签证正在等待审理 而每年19万的移民配额是根据每年的批准的数量为准的 并且家庭的副申请人也被包括在其中 由于这个等待的积压的数量很多 所以移民局就把提名的这个数额降低了很多 为了减少这个backlaw 更少的提名资格就意味着州政府的提名的标准将会提高 竞争也会更加的激烈 而移民局也表示了将会整个的去重新评估 更改投资移民以及技术移民的系统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在明年上半年 可能会有一些签证的标准的更改 对因为之前的labor shortage 移民局进行了大放水 但目前放水过猛 澳洲的租房交通都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这个labor shortage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环节 我相信未来澳洲的移民局会重新考虑 整个的移民的逻辑 而把签证的状态回归到请之前的这种 正常的去挑选的过程中去 我们认为其实未来澳洲的移民 会更像以一个demand driven的一个方式去走 也就是说你要有工作 要有雇主 用这种方式通过为澳洲社会创造税收 创造工作的这样的一个 创造价值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去最终留下来 这也许是未来澳洲移民的一个改革方向 目前没有消息雇主担保受到影响 那么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是受影响最大的 相当于放水放的过猛 现在要收回来 脚往会需要过正 在进行 当它调整到了一个正常的flow之后 可能会慢慢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 现在正是往稳定状态过程回归的一个过程 我的建议就是观察州政府的提名的要求 以及189的提名的要求 让自己的分数以及竞争率变得越来越高 但是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能找到工作 通过以后雇主担保的形式来拿永居的话 这虽然是更慢 但是可能是合一个更保险的方式 澳洲的移民配额以及移民政策的更改的节点 都是每个财年的结束 澳洲新的财年的开始是明年的7月1号 那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正在加班加点的 希望去把新的政策和移民的条例制定出来 或许会在明年四五月份或者三四月份的时候去公布 并且在7月本来是进行实施 我从08年入行做移民已经15年了 期间观察到各个职业的新和衰 我认为去追求一个所谓的移民专业是可以的 但是有风险 因为移民政策会发生快速的变化 比如说现在的健康以及幼教 有可能在两年之后一年之后还依然活跃很有优势 但是也不见得一定会是这样 我相信整体澳洲还是会变成一个慢慢的 一个demand driven 以及就是说工作机会作为一个真正的切入口的 一个移民的状态 所以以后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提高自己的employability 当你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 那你留在澳洲的机会就一定会大大增加